手到底有多抖 2019年前总统陈水扁新书发表会 还找来医师出身的科市长鉴定 保外就医后行程多元 曾帮儿子陈志忠站台助选 被认定彩虹线 根据保外就医受刑人管理条例 不得参与选举和政治 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更不可以参与和疾病无关的活动 2017年台中监狱更加上诞书 陈水扁站台不能上台 不能演讲绝不能碰政治 日前他独家接受进电视专访 谈到也是心惊惊 我们这样的一个聊序 万一播出来 如果有人又有意见 我们在回容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压力 这次针对国务基要费翻案 公然开国际记者会算不算违规 国人都很关注说这个态度上面 就是说我们对这中间的部分 这有事先了解过了吗 开记者会对我个人来讲 后果已经不是所谓的外就医 或者什么两步几步的 开一个记者会 觉得那很简单 请律师来帮忙召开记者会 而害了律师在被移送承介 我还能够做这种事情吗 陈前总统自认站得住脚 蓝营炮声隆隆 中间是不是应该醒醒了 好好的针对过去自己的规范 来做一个了解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受刑人已经无罪释放了 没有必要把他放大 拉到所谓的 有没有违反中间的相关的规定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 他直接参与所谓的政治活动 陈隧边保外就医 平平技术性彩虹线 何时泛满离场 法务部至今冷处理 新新闻黄轩萧宇志 台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akayı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